关心的是中山一二路拓宽工程的消息 市政府计划在铁路局的宿舍新建安置住宅 不过都发出评估之后 一瓶市价要18万元左右 可能拆迁户会买不起 因此市长指示将研究给予最优惠的补偿金 市政府都市发展处评估 如果在中山一路A基地铁路局宿舍盖好安置住宅 一瓶上看18万元 有能力的拆迁户会到其他更好的地方买房子 没有能力的拆迁户可能也买不起 对于都市发展处的报告 市长张通融强调先建后拆原则不变 不过对于中山一二路拆迁户 还是以发放优惠补偿金的方式最可行 中山一二路这边因为秘书长提到一个这么宝贵的建议 就是我们现在优惠来补偿他们 免得以后到说你叶器具盖好以后 不保护费也是责赶 所以我们先行的就让他们感激到说 我们用行政救济方式多给你一点补助款 他们能够接受这样赶快来办理 那这个中山一路拖款早日来完成 我们也不违背先建后裁 因为这个建筑的成本太高了 他们到时候成购 又不是免费的 还要成购的可能有问题 这样好不好 谢谢我们独发出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